大家好,歡迎收聽跟收看今天好事之度 今天繼續跟大家聊烏克蘭的戰爭 上一期我先幫大家review一下 上一期其實講到說俄羅斯打的如意算盤徹底破碎 他們原本認為在48小時到72小時之內 就把基輔、哈爾科夫等等大城市全部吃下來之後 逼烏克蘭總統哲倫斯基流亡 流亡之後他們就可以建立偽政權 結果這個如意算盤破碎 為什麼破碎?因為烏克蘭軍隊真的能打 而且他能打的原因是因為 並不是說他們都是戰鬥民族所以很能打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烏克蘭軍隊早就已經在長期 美軍從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危機之後 美軍就開始有計劃的訓練烏克蘭 把烏克蘭訓練成派駐在東歐的一支美軍 所以說這包含標槍飛彈等等的 確實美智武器在這邊立了非常大的功勞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聊一件事情 就是說 目前普丁現在走到了所謂的陣地戰 就是跟我們上次跟大家聊過了嗎?他決定 看起來已經放棄了72小時的閃電山 因為這個閃電山被烏克蘭軍人打下來 他們開始做所謂陣地戰 那我研判是沿著這個渣坡 涅伯河 我研判是沿著這個涅伯河一路往上往上往上 然後把整個東烏克蘭吃下來 然後用更強的軍力更強的火力來打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烏克蘭戰爭中 俄羅斯基本的軍事概念 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我認為是做兩手準備 什麼叫做兩手準備 就是說 俄羅斯的戰略思維有個是非常經典的戰略思維 是從二戰跟德國打仗一直留下來的戰略思維 他叫做 大眾生戰略 這是非常讓俄羅斯重要的軍事概念 什麼叫大眾生戰略 就是說對俄羅斯來說 他們打仗 他們強調就是一波、兩波、三波、四波的攻擊 那這個一波、兩波 他們並不是說必起功與一役 他們更 在二戰他們跟德國經驗來說 他們會 第一波 是派人數最多 然後但是 蔡比拔戰力最弱的軍隊過去 然後先消耗敵人的戰力 然後摸清敵人的虛勢 然後第二波、第三波 主力部隊會放在第二波跟第三波 那第二波跟第三波才是真正的主力部隊 甚至會有第四波 那第二波開始打的時候 後來換第三波去打 第二波就回到後方修整 然後就再換第三波上去打 那第二波回到後方修整 OK 這是俄羅斯大眾生的戰略 那這個東西 我認為俄羅斯已經從 一開始閃電戰 雖然你可以看到一開始閃電戰中 雖然人數很多 十幾萬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都菜皮疤 就是說會迷路的 然後會跑去警局問路 然後看到烏克蘭人擋在你坦克前面 你就不敢殺人的 真正是浦龍公 你可以很清楚說 這並不是俄羅斯的精銳部隊 就算是也是 戰很少 甚至我們還有看到一些狀況是說 有那種就是 警察 他連警察都派去打仗 就是說他們很多部隊都混邊 混邊再混邊 所以說這件事情是俄羅斯的大問題 就是說 他們發現 一開始當然人很多去嚇 恐怕烏克蘭 然後恐怕責倫斯基 他們發現責倫斯基 嚇不得的話 然後開始大眾生戰略的話 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更標準 然後更強的軍力會介入 然後你可以看到武器也越來越強 然後你開始殺人 等等的 好 這個東西是俄羅斯現在的狀況 人家就問 烏克蘭還有沒有底牌 我靠烏克蘭軍隊已經擋住了俄羅斯第一波的大眾生戰略 那第二波第三波 烏克蘭有沒有底牌 有 西方世界的正規軍要介入了 這個是 澤倫斯基在 2月27號的時候公開宣示 他說 要籌組國際傭兵團 抗俄 這件事情是很天外飛來一筆 比如說 我知道我現在被欺負 但是我被欺負之後 國際傭兵就會來幫忙嗎 一個你的錢在哪裡 第二個 就算是黑水好 就算是黑水來 黑水在戰爭中執行一些特別任務是可以的 可是現在很顯然已經進入到一個大會戰 這種大會戰之中 5萬10萬人的大會戰 然後北中南三面包朝的時候 你10人20人的國際傭兵團 你在這個裡面是沒有辦法起任何作用的 你一定是要有意義的軍隊才能有可能組成國際傭兵團 那時候我就看就很怪 你如果組一些 百人小隊 甚至是千人小隊 可是你遇到人家幾萬個 一萬個兩萬個坦克軍過來的時候 你這是沒有意義的 對不對 所以說 因為你個型旗幟 有的是 阿拉伯的傭兵 有的是非洲傭兵 有的南美傭兵 有的是美國的傭兵 然後武器也不一樣 戰術戰略也不一樣 你組織傭兵團有什麼用呢 可有趣的事情是來了 當哲倫斯講說國際傭兵團的時候 丹麥政府率先表態 開放公民 將參加這個 抗俄行動可以去參加國際傭兵 然後英國的外交大臣也表示 支持想去烏克蘭加入國際部隊的英國人 而且說烏克蘭是在為民主而自由而所戰 法國的國際傭兵團也說 OK 你烏克蘭在法國受訓的士兵可以帶著全套裝備 返回烏克蘭全套裝備 最有趣的是這個新聞 這個是法連社 OK 他的內文是說美國 允許 美國允許他的軍人 去參加烏克蘭戰爭 而且是多少呢 3000名美國的志願者加入烏克蘭戰爭 而且都是美軍現場退役的軍官加入烏克蘭戰爭 那這件事情就很清楚了 就說 因為現在整個戰局進入到第二波 第二波戰局就是所謂的俄羅斯的精銳進出 那所以再靠烏克蘭是不夠的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基本的軍事概念 你如果單純的 藍波 就算有100個藍波丟到烏克蘭戰爭裡面 你也沒辦法打一場戰爭 因為那就是散兵游泳 你一個人在搶也是有限 打仗 所有部隊你的戰術你的口號你的武器 甚至你的戰鬥觀念 都要訓練過要協同作戰過要一致後 你真正打起仗來你才可以互相協調配合 這是最基本的概念 可是 為什麼烏克蘭的總統責任司機 一說要找國際傭兵的時候英國說OK 然後法國說OK 丹麥說OK 然後美軍也退役 有3000名美軍退役 會以志願者的形式加入這個烏克蘭戰爭 這表示說這些人其實根本不是真的OK 這些人就是 原本就是這個 我們上次講快速三叉級的人 有沒有 早就一起訓練過了 互相配合過了 然後這一次 不以國家名義出兵 原因很簡單 他不希望把這場戰爭升溫成世界大戰 他是一個有節制的方式在處理這場戰爭 如果普京要繼續升級成世界大戰的話 西方世界各國就以國家名義出兵 那會更重點 所以是一直在出招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有節奏的 你以閃兵游泳過來打 大戰略的第一波 菜皮疤 烏克蘭就把你打回去 你現在以俄羅斯的精銳部隊過來打 那我以 志願軍的模式 目前看來是16000名志願軍進入到烏克蘭 跟你俄羅斯節來做大會戰 那你如果俄羅斯要更升高 那我就以國家的形勢來跟你做大會戰 那這些事情其實 西方世界是一刀一刀有節奏 所以說這場戰爭未來還真的有得打 然後外國世界對於烏克蘭資源 除了這個軍力 實質上軍力的話 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們看到很多訊息 其實烏克蘭的軍隊在這邊 俄羅斯的軍隊在烏克蘭迷路了 這是很匪夷所思的 俄羅斯不是什麼什麼什麼第三世界國家 俄羅斯長期在冷戰時期就跟美國對抗 他們也知道他們 如果一旦遇到了打仗 他們不太可能去用美國的GPS系統 美國第一件事一定是把他的衛星定位關掉 然後不讓烏克蘭用 烏克蘭早就有自己屬於自己一套的衛星定位系統 那中國也有中國衛星定位系統叫北斗 所以說俄羅斯早就有自己的衛星定位系統 可是為什麼還是迷路 很清楚的事情是這邊是有電子站在做蓋壇 把整個烏克蘭蓋住 烏克蘭有趣的事情是俄羅斯也做電子站來反擊 可是烏克蘭卻有什麼 Starlink 有沒有 大家可能還看到這個新聞 這是烏克蘭的數位轉型部長 然後我系稱為烏克蘭唐鳳 他叫費多羅夫 然後費多羅夫狀況是這樣 他發推特給伊歐馬斯克 說當你的公司在殖民火星的時候 俄羅斯在殖民我的國家 當你的火箭發射到火星的時候 俄羅斯火箭在攻擊我的國家 請你來幫助 結果伊歐馬斯克就幫助他 說俄羅斯大link在裡面就OK了 然後你們可以放心使用 然後傳媒 這個新聞變成科技圈的一段佳話 但是觀眾朋友有沒有思考過 為什麼Starlink 伊歐馬斯克點頭就點頭 這不是伊歐馬斯克的嗎 這本來就是 說點頭就點頭 伊歐馬斯克當然可以 沒有Starlink是伊歐馬斯克 跟美軍協同開發的 他裡面有非常多的專利等等的 是美軍的 而且美軍之所以支持伊歐馬斯克 就是在戰爭之所以 所以我大膽判斷 伊歐馬斯克這東西不是他點頭 是由美軍點頭嗎 因為我們看到 這是費多羅夫 收到伊歐馬斯克寄來的Starlink 這個盒子 我一看都覺得是軍用的部分 因為很簡單 因為如果是民用的基地台 你不可能需要 民用的基地台不需要這種 手提式的 大家其實在台灣也看過基地台 他一定是要固定式 我如果手提式打開 就放在我家屋頂 那一定被幹走 這有什麼好講 一定是固定鎖起來 在一個箱子裡面 所以像這種手提式的基地台 我看了第一眼我就說 我第一個感覺覺得說 這一定是軍用 可是後來確實 第一個這基地台上面 伊歐馬斯克還特別說 我已經附上了無金屬的塗漆給你使用 什麼叫無金屬的塗漆 就是說 它可以在基地台上面可以畫 掩蓋 比如塗成土色 然後放在地板旁邊 它可以做軍事的掩體 然後或者畫成迷彩 可以放在叢林裡面 為什麼無金屬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是基地台 它有電磁波 如果有金屬會有干擾 所以說 你附上 基本上無金屬的塗漆 就是軍用塗漆 你附上給它 其實就是軍用的軍規 甚至這個基地台 現在看到更多資訊是說 它的用電很特殊 它可以插在這個 車子的點煙器上面可以使用 它附上這種充電子孔 如果是民用的話 你怎麼會需要插在車子上點煙孔 你說在打仗的時候 才需要隨著車子去移動 這很明顯這是軍規 那如果很明顯是軍規的話 就不是 一用馬斯克一個人可以決定 要不要給烏克蘭的 誰要點頭 美軍要點頭 好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是情報戰 我們發現說 其實在這場戰爭中 有非常多的過程 是很離奇的 什麼叫很離奇 就是說 包含 車臣包含俄羅斯 都說要派人去暗殺哲倫斯基 可是暗殺的部隊 竟然一個個被抓出來 像我們這個畫面是在基輔的 地鐵 你看有 四個 俄羅斯的間諜被烏克蘭的軍方抓到 而且這抓到怎麼了 他們是把子彈藏在泰迪熊裡面 可是你怎麼抓得到 表示是有 一定的情報單位 不斷的在 為資料 為情報給烏克蘭 讓他避免了 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境內滲透 這是一個 第一回事 要回到標槍飛彈跟刺針飛彈 標槍飛彈跟刺針飛彈這件事情 我們上集已經跟大家聊過 就說 烏克蘭的士兵經過美軍的訓練之後 會用標槍飛彈 會用刺針飛彈 並不意外 可是有個更現實的問題 就說 你就算烏克蘭軍隊會用標槍飛彈 那你的標槍飛彈要部署在哪裡 你總不可能看到那種坦克說 一大堆坦克被打成的畫面是說 剛好一個坦克開過 剛好旁邊有個烏克蘭士兵 剛好烏克蘭士兵手上有標槍飛彈 剛好就把這坦克殺掉 坦克或許我還可以理解 因為大部隊 可是我們有看到刺針飛彈 把武裝直升機 甚至是戰鬥機 蘇凱戰鬥機打下來的 更離譜就是 你怎麼知道在這邊 部署實證飛彈 對不對 這東西你如果沒有 之前情報的介入 然後事先的部署 你怎麼可以打下來 這個情報資源也是 西方世界源源不絕給烏克蘭 這是很清楚的狀況 然後 還有外國特種部隊介入 就是 在戰爭開打之前 我們就有看到新聞是英國的 SAS的特種部隊也介入了 所以說這些事情 其實可以看到說各式各樣的 西方世界其實是不斷的 積極在介入這場戰爭 然後還有外部的經濟制裁等等的 這些東西全部都造成普京的麻煩 這件事情 普京也意識到開始打正地戰 我們從第一集就開始跟大家講 然後開始預判 我認為他從聶伯河開始慢慢打 然後打上去 俄羅斯打這種正地戰 自由戰 打得下去 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的經濟的出問題 當然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都有看到很多 俄羅斯經濟出問題的 畫面什麼 股票崩盤等等 我就不多講 我用一張照片來跟大家談說俄羅斯 內部的壓力有多大 這個是看到這烏克蘭的備贓國旗 這烏克蘭的特種兵 然後繳獲俄羅斯的 後勤補給部隊 後來他發現說你看 俄羅斯的戰鬥口糧竟然生產日期是 2013年的10月10號 這生產日期 2013年 他的過期日期是2015年的10月2號 過期7年了 然後現在還在給 的口糧 還在運送給前線 讓前線的士兵來吃 你這件事情是變成是說 你如果連食物都沒有辦法確保的話 請問你怎麼打持久戰 這是對俄羅斯來說是非常大的壓力 等等的部分 他經濟真的出問題 就是你一開始在打閃電戰的時候 你連食物都是給給些爛的 過期7年怎麼吃 過期7年肉乾怎麼吃 過期7年的咖啡 怎麼喝 過期7 他們裡面有那種能量包 類似Watering Jerry那種東西 過期7年的能量包Watering Jerry 你敢你敢你敢吃 我佩服你 他們經濟是這很糟糕的 在這個狀況中 看起來烏克蘭確實 有一點陷入美軍的圈套當中 那回過頭來談 拜登跟普京這兩位強人的走向會怎麼樣 第一件事情很明確 拜登的支持度竟然提高了 路透社 星座出來民調 拜登在上一週 在戰爭發生前是30% 現在變成43% 增加9% 然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的民調他說 拜登總統的國情之文發表演說之後 78%的觀眾肯定 將近8成的人滿意 67%的受訪者說 聆聽後的演講對於未來感到樂觀 只有20%的民眾覺得悲觀 對拜登透過這場戰爭 讓 美國對他的支持度提高了 為什麼 當然有一部分是說 確實感受到說 美國在這個世界上還是最強硬的國家 通過不斷介入 一樣可以幹掉俄羅斯 這東西對美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很重要 另外一件事 最實質的就是 觀眾朋友如果對於資本市場有概念 就是說資金是 一樣永遠都會有資金的 但資金並不會消失 他只會尋找避風港 尋找更好的投資標第五 那在這邊打仗 烏冬這邊一打完之後 你看 歐洲第一個沒辦法投資 因為歐洲變成戰爭最前緣 如果變成世界大戰的話 歐洲這邊就廢了 所以歐洲第一個不能投資 那俄羅斯當然更不用投資 那中國能投資嗎 當然不能投資 中國是俄羅斯的好朋友 誰知道中國會不會參戰 或是說隨時希望 政府又跑去制裁中國 所以所有的資金 現在仔細去看 全部流到美國市場 然後 美元走強 打買美金 買黃金最好的避險貨幣 美股走強 買美股最好的避險的股票 所以你看 這是美金 這是美金近三個月的對台幣的走勢 1月2月3月 1月是1比27.2 現在是1比28.2 已經漲了一塊 美金 美金漲一塊意思是什麼概念 我們都知道 從27.5 漲到28.1 漲到28.2 快要漲一塊 快要漲一塊 漲到0.7.8 意思是什麼東西 因為美國現在有通膨 大家如果看新聞的話 美國通膨在整個美國 非常不聊生 然後是拜登民調最糟的狀況 通膨6%的話 要怎麼解決通膨 很簡單 美金漲6%通膨就結束 通膨的意思就是 東西變值錢 錢變不值錢 那什麼可以解決 很簡單 那前面更值錢 你買東西就便宜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這樣戰爭 他是實質的受益者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普丁未來可能的走向 因為普丁未來對他來說 一定要贏 戰爭如果輸的話 他未來回去 一定會被政敵 或是內部瓦解 就像蘇聯陷入在阿富汗一樣 所以普丁一定要贏 所以普丁可能會以更強更猛的攻勢 來去打 烏克蘭 另外可能性是 他會佔領涅伯河以東 佔領涅伯河以東 然後就像我最一開始預測的 以前東德跟西德 現在變東波蘭跟西波蘭 然後跟西方世界分庭抗體 這對普丁來說還是最好 結局 更糟的結局是 如果 經濟制裁 普丁扛不住的話 內部的反彈勢量太大的話 普丁就垮台 垮台他就掉腦袋 這些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們持續來關注這個狀況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一樣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然後準時收看我的耗時之途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